月11日,肩负20隐形战斗机在珠海曝光内制弹舱后,西方评价来了一个华丽转身,以前各种点滴甚至说抄袭F-22的声音没有了,有的专家公开惊呼,中国人简直是天才设计。 把F-22没有解决的难题完美解决了,英国评论说,如果不是俄制发动机,换成国产WS-15发动机,那么歼20在珠海的表现就堪称完美了。 美国时代杂志的军事罗格威评论说,歼20战机的外侧弹舱是J-20设计中最迷人的方面之一,简直是天才,远超出F-22的设计思想,F-22只能开着外侧弹舱裸奔开火,等导弹打完了才能关闭弹舱,严重影响隐身和气动。 美国人也知道这是一个软肋,但一直没法解决,没想到中国人用了一个简单的机关就解决了,结构也不复杂,公布歼20引擎战斗机内置弹舱,这次珠海导弹演示展示了歼20,对美国顶级战斗机F-22和F-35的优势,以及解放军日益增强的信心,证明这架歼J-20飞机将与未来敢于挑战中国的竞争对手交战。 J-20的到来将改变亚太地区的空中平衡力量,想想过去,在亚洲只有美国及盟国才有能力武装隐形战斗机,但是现在,这个地区的空中垄断已被中国的肩负20战胜了,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的国际问题军事专家萨姆。 罗格维恩表示,近年来在中国推出的无人机项目数量令人眼花缭乱,中国在无人机市场上拥有强大的地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地区安全专家罗恩。 豪斯肯表示,珠海航展展示了中国蓬勃发展的航天工业和对其技术日益增长的信心。 美联社采访珠海现场一位美女,她说得非常好,我觉得这太棒了,我可能不是飞机专家,但我能感受到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国的实力正在慢慢增强,国际地位越来越高,这就是珠海航展带来的最大意义。 咱们的歼20不是超级的,是中国创新研制的,带有中国智慧的高科技战机,新的问题,歼20到底是四中二进,还是六中二进?答案是可以六中四进,错格装弹。 以前网上有一张图,按网友的说法,以杨伟的性格两架歼20隐身战机震撼登场。 大家都知道,由于起步较晚,人才缺乏和西方封锁等种种原因,我国高端武器装备的研发制度走得格外艰辛,期间还备受外界的冷言与嘲笑,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的军工研究人员硬生生在一片荆棘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让各界都为之侧目。 细心的朋友或许可以发现,近年来,外界对中国的装备也明显投入了更多的目光。 这部,就在日前刚结束的珠海航展上,一款武器刚已现身就饮的各路媒体争相报道。 在珠海航展最后一日,备受期待的肩负20战机以四机编队震撼登场,并且在高速机动的过程中出人意料地打开了机腹的弹舱。 当住现场上万海内外观众的面,毫不掩饰地亮出自己的武器,让现场以及看直播的观众惊喜万分。 不过还有另外一些人在看到这一幕时,关注点比较与众不同。 他们敏锐地发现肩负20搭载了一款空中利器,霹雳-15空空飞弹。 台媒评论称,这武器一出,等于宣告肩负20在200公里范围内将难逢敌手。 那么,它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据了解,霹雳-15是由我国零14所空空飞弹研究院,专为第五代战斗机研发的中远程空空飞弹。 它长约3,7米,直径约20厘米。 在弹体中段装有小展显笔弹弹翼,叠形翼,尾部则是全动式借鉴三角翼的垛面。 前后弹翼的翼展约为39厘米和51,5厘米。 军事观察者分析称,该飞弹数据性能与美空军最新的AIM-120D类似,都是采用双脉冲火箭发动机并且最大程度上优化弹道残数。 这使得飞弹的射程大大延长,突围,弹舱内的霹雳-15。 据称,霹雳-15空空飞弹的最大射程可达150-200公里,而且相对于上一代的超市巨空空飞弹霹雳-12。 它具备抗干扰数据链,雷达主动探测距离也大大延伸,在空战中能够打击敌军的加油、运输机、预警机等重要的空中目标。 如今肩负-20隐身战斗机再配上这款神器更是威力大增,搭配霹雳-10近距离格斗空空飞弹,基本上就像台媒说的,200公里范围内,难尽其身。 实际上,除了台媒,美国方面对霹雳-15空空飞弹也是打起了12分的精神,而且他们关注的时间更早。 据了解,早在2015年,国内消息还一片空白的时候,美媒就报道称我国成功试射了一枚最新空空飞弹霹雳-15,并且成功摧毁了一架无人把机。 之后,美国就一直对这款飞弹保持高度关注,生怕错过一星半点的消息。 美国空军某司令 有意思的是,当时这件事还惊动辽美太平洋空军司令霍克卡莱尔,他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霹雳-15拥有150至200公里的超远射程,这将超出现有的美国空空飞弹的射程。 也就是说美国的空空飞弹已经过时了。更重要的是,当美军在太平洋上采取行动时,霹雳-15将会对轰炸机、加油机乃至F-35这样的战斗机构成很大威胁。 2018年11月11日,当中国人在各道电子购物平台上疯狂购物的时候,珠海航展也从6号到现在悄无声息地结束。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晚了四天,2018年11月11日是中国空军成立69周年的重要时刻。 在这一天空军,不惜一切放出了本届航展最后的彩蛋。根据观众在航展现场拍摄的一张大的高清地图,肩负二十在四飞机编队飞行模式下首次,给中国空军送上了69岁的生日礼物。 此外,在观众欣喜若狂的时候,还展示了同一场地在低空下的低速表现,其中两架肩负二十还顺势打开了弹舱。 一举发射了四枚霹雳-15和两枚霹雳-10空战飞弹。 更让网民兴奋的是,在这份包含四枚超市巨空对空飞弹的弹舱里,两枚飞弹之间也有一个掉价接口,这意味住在四。 二结构的后面,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能换成六。 二的模式,有资深居迷说,就算是挂四枚霹雳-15,也够了。 甚至有人偷偷地说,看完肩负二十的表演之后,再去看美国F-22的机动示范,就没有原来那种令人惊异和羡慕的感觉了。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中国第一架J-20D5代验证机在成都机场首次飞行时,原定于7日第一次飞行,但由于天气原因,推迟到1月11日。 但飞行员认为,据市飞员李刚说,更愿意理解为迟来四天的惊喜。 回忆说,在下午1点11分刚,好凑成8个1,这对军,人而言意义非凡,坐在座舱里恍如,隔世一番,只觉得信息在眼前,指控在纸边。 中国的J-20已经从J-8走过了一段痛苦的旅程,但是尽管中国已经从一穷二百到完全有能力与美国的F-22竞争,但一些人仍然说经负二十问题重重。 据香港媒体南华早报11月8日报道,一位消息人士透露,为中国新一代战斗机量身定做的J-20发动机没有按计划出现在航展上,也就是说新的发动机没有通过军方的测试。 此外,据军方人士透露,在航空展上,J-20仍然使用俄罗斯供应的AL-31发动机来实现其机动性,如果沃善-15量产的话,可能会出现尴尬的局面。 到那时,中国可能需要向俄罗斯寻求帮助,继续购买AL-31发动机,以缓解其尴尬。 为了吸引国外网友的注意,媒体还说,中国研制的沃善-10B型太航发动机不符合J-20的全部性能特点,实际上是第四代飞机和第三代战斗机的一种方向发展,从而消除了进口发动机的依赖性。 不过任凭港媒如何忽悠,外国表示这次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据国外网友表示,根据中国J-10B渦上-15矢量发动机操纵飞行性能的视频,中国已经熟练掌握了矢量喷管技术,能够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取得突破。 这实在是太强大了,J-10眼镜蛇的动作实在太震撼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镜头能做出如此完美的动作。 据中国的资深军迷说,国内军迷甚至不相信这种不符合标准的忽悠,可以肯定的是,局座一退休,战乎局就废了。 如今的外国人不像过去那样那么好忽悠,关键时刻还是要局座。 出马才有技术含量,近一周广大军迷们应该都处在被珠海航展刷屏的状态,一方面这确实是我国乃至世界军工的一场盛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的战机等装备实在太过惊艳,颇有一种不明则以一鸣惊人的味道。 尤其是15分钟里三度展示眼镜蛇机动的坚实力,让很多为我们国产航发担忧的军迷长输了一口气。 大家也对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有关系。